川普贺锦丽唇枪舌战辩论后 立刻同场出席活动 911恐攻23周年 两人暂时放下恩怨 再次握手寒暄 而场外也同样热闹 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 在辩论后表态力挺贺锦丽 发文发布一天 吸引近千万人点赞 之前还AI造假贴文的川普 反应超酸 说自己才不是他的粉丝 而川普的超级粉丝马斯克 也发文回应会给泰勒斯一个孩子 用生命守护他的猫 诡异言论被抨击超恶心 川普贺锦丽辩论引发全球关注 媒体则揪出川普在期间 至少说出33项错误讯息 贺锦丽也说错了一到两项 贺锦丽在辩论中言辞抨击 频频挑衅川普 期间露出大量小表情 还发出笑声 称文表现让人注意到 他的事前特训教练来头不小 华府资深律师邓恩 从严鲁大学法学院取得JD学位 他从2008年起 为欧巴马和希腊瑞等等 民主党政府总统候选人 进行辩论特训 并以铁写指导风格文明 在美国政坛法界都是一号人物 而川普则指控 这场辩论是一场设计好的 不公平的比赛 因为两位主持人偏心贺锦丽 导致他被迫一打三 记者吴江总统报导